来 是我无意见发现的 和你们家有关 我有点印象 不过那时候我还小 只知道我爸的私营车厂 发生了火灾 损失残座 你给我看这个什么意思 照片上的那个人 你知道是谁吗 我爸的事我都不太参与 只知道他后来开了新厂 不知道 这个人 死于当年的自信车厂大火 更重要的是 他是落纸的爸爸 十几年前 落纸的爸爸死在你爸的工厂 你爸是当时的厂长 后来落纸的爸爸 被判定为业务书生 他妈妈不服到处还原 十几年后 落纸处心积虑地想要接近你 你难道没有看出 这其中的关联吗 你应该查清楚 落纸接近你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我怕你没有看清楚 白白付出所有的真心 我是真的关心你 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我印象里你一直是一个热情大方 直来直去的女孩 可这几次 无论你是通过水晶的手 让我看到落纸的日记 还是想通过水晶项链 栽赃给她一个嫉妒的罪名 现在你把她过去都翻出来 想了我就怀疑她接近我的目的 怎么变成这样 盛怀男 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 为了我 你把她当成假想敌 一直用小手段去攻击她 为了我 你是为了自己的好胜心吗 我可以再跟你说明白一点 希望你听清楚了 就算我跟落纸最后没有在一起 我跟你最多也只是朋友 不会再有其他关系 为什么呀 我以为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发现我跟你不合适 才替你分手 那是我意识冲动 做出不理智的决定 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 我要告诉你都在这儿了 终有一天你会发现 落纸是有心机地接近你 只有我 才是唯一对你好的人 你怎么突然来下门呢 来 妈妈给你炖了好几个小时了 你坚持不服从你爸爸的安排 他很生气 你得打个电话跟他道歉 我没什么可道歉的 就算他看不起我们团队研发的结果 我只求万幸无愧 对得起自己就行 你不认识 回南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你最近是不是交了什么新朋友啊 给你灌输这么奇怪的思想 是不是 他们怂恿你坚持参加创投比赛 妈 你是不是又听谁嚼神根打小报告了 我参加创投比赛 跟那些朋友一点关系没有 相反的 他们还是最支持我的人 果然是学坏了 妈妈说几句都不行 这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妈 我爸当年 当自行车厂长那会儿 是不是发生过一场大火 那都什么陈年老黄历的事了 你问这干什么呀 是不是这场货 我越看越生气 当年我们可是被他害惨了 就是这家伙 就是这家伙 我 这个余光 自行车厂的济师 听说是入嘴的 连女儿都不跟他姓 天天郁闷 喝醉酒 想起那个事情真是倒霉透了 那个时候 你爸刚新进了一批机器 那天正好轮到他当班 胡乱操作一番 最后弄了一场火灾 自己命没了 害得我们自行车厂损失严重 后来判定这个余光 要对我们的火灾负责任 他的爱人找到我们家 让我们对他的死负责 索取高额赔偿 来家里闹了好几回 那 那余光女儿后来呢 那能有好事吗 他那个爱人 带了一瘦巴巴的孩子 到家里来给我下跪 让我帮忙 申请他男人的抚恤金 我当然不肯了 这不是我们生家的错 那余光的女儿这么小 就承受这么多痛苦 我们当时为什么不帮帮她呢 怎么帮 你一伸手 别人就会说闲话 会说我们家跟那场意外有关 我们那时候损失已经够严重了 那都快过年了 他们母女俩穿着一身丧服 就到家里来闹啊 这是晦气死了 原来洛质骄傲的自尊底下 藏着这么沉痛的过去 为什么她从来都不跟我提起